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我是KWEN 从今天起,将由我为大家讲解人工智能在U3D上的实现 我们先来看看人工智能编程,也就是AI编程的课程安排 我们这个课程适合有一定U3D游戏开发基础的程序员学习 不然在整个课程学习中,你会遇到很多困惑的问题 解决起来会很麻烦,也会影响到大家的学习兴趣 学习这个课程就是为了在以后的游戏开发过程中 能够实现出更聪明的智能对象 让游戏的内容更加有趣,更加刺激 所以我们整个课程采用深入浅出的方式 来讲解人工智能的理论,设计原则,以及实现方法 课程将由简单的AI系统入手,一步一步深入 最终实现一个复杂的RPG游戏项目 我们的课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章节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第一章是 人工智能与有限状态机的理论知识 这一章虽然是一些比较枯燥的理论知识 但是它对我们今后的学习非常有帮助 第二章是AI对象的行为 这一章我们会学习如何开发一个简单的智能对象 让它拥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能力 第三章是AI对象对游戏世界的感知 这一章的重点是学习怎样开发一个感知系统 让智能对象拥有像视觉感知能力 听觉感知能力这样一系列的高级智能行为 第四章是有限状态机的实现 这一章我们会实现一个通用的状态机 用它来管理AI对象的行为 第五章是贯穿以上所有内容 用我们学到的知识来开发一款RPG游戏 在整个游戏开发过程中 我们还会学习一些对我们实际开发非常有帮助的插件 今天是我们的第一课 我们先来讲一些关于人工智能与有限状态机的基础概念 我们先来看一下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简称AI 是通过各种技术来模拟人或动物的意识、自我、思维的过程 AI在计算机上有两种不同的实现方式 一种是模拟法 如遗传算法和神经网络等 来模拟人类或有机生物体的智能行为 另一种是工程学方法 是采用传统的编程技术使系统呈现智能的效果 而不考虑所用的方法是否与人或动物所用的方法相同 而我们在游戏开发过程中都是采用这种工程学方法 以状态来驱动智能体的设计方式 在游戏开发过程中 我们会根据游戏的种类和需求来设计AI 但大多数游戏都可以将AI划分为运动层、决策层和战略层这三个层级来实现 运动层和决策层主要针对单个决策 战略层是针对群体决策的 运动层AI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决策层的决策 他们能够把上层所做的决策转换为具体行为 当决策层做出攻击玩家的决策时 运动层会利用移动的算法 使AI决策先接近敌人 然后再攻击 决策层AI的主要任务是决定AI决策在下一时间该做什么 例如只要决策看不到敌人就巡逻 看到了就攻击 因此每一个时间步 决策系统都需要判断哪些行为是最合适的 当决策系统做出决策后 由运动层和动画系统来执行决策 战略层AI主要用于团队协作 如使命召唤中的战斗小分队 他们一起行动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他们会做出分开包围敌人 或者扔手榴弹 扔闪光弹的战略行为 在实际游戏开发中 要开发出智能的AI角色 只有这三个基本能力层是不够的 还需要许多其他的技术支持 比如动画系统 物理系统 感知系统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有线状态机 有线状态机 简称FSM 是由一组状态 输入和环境及环境中其他物体的反馈 来实现当前状态转换为下一状态的转换方法 有线状态机是有规则的结构 通过采用有线状态机 可以将AI角色的行为模式 采用一些状态和这些状态之间的转换来表示 状态是由游戏设计者自己事先设定的 例如我们要创建一个简单的怪物 至少需要给它赋予 控弦 巡逻 追逐 攻击 死亡 这一系列的状态 而每种状态对应的行为也是由游戏设计者自己定义的 要创建一个确实可靠的有线状态机 需要具备两个属性 一 合理的数量 其中每一个状态都代表一种目标或动机 这个很容易理解 我们人类自己就有许多的状态 如走 跑 高兴 生气 害怕 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状态 第二个属性 是获取输入 环境 或者环境中其他物体的反馈 状态机需要从游戏世界中的环境 玩家及其他物体 得到大量的反馈或输入 如果你只是进入一个状态 然后运行它直到结束 那这个游戏就太无趣了 当前状态可能是一秒钟之前自能选择的结果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玩家刚做了一些需要AI回应的事 有线状态机需要记录游戏状态 如果必要的话 先清空当前状态 并进入下一状态 我们用有线状态机 可以将设计的智能行为 拆分成简单 并易于管理的模块 然后用这些简单的模块 组合出很复杂的智能行为 例如为了实现 巡逻 攻击 逃跑 这样一套复杂的智能行为 假如当前AI角色处于巡逻状态 当他遇到一个敌人 就切换到攻击状态与敌人战斗 然后发现自己比敌人弱 打不过敌人 就切换到逃跑状态 当脱离战斗后 自己安全了 他又切回到巡逻状态 这样一系列的状态切换 就形成了一种智能行为 这就是我们在有线状态机下 设计的人工智能 虽然现在更专业的智能体结构越来越多 但是有线状态机还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 作为主流工具来设计游戏智能体 关于更多的人工智能与有线状态机的理论知识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 这些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 可以帮助我们在以后的开发过程中 设计出更好更智能的游戏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RPG游戏 我们的课程将带领大家实现一款像这样的RPG游戏 现在我们把游戏运行起来 这是Unity官方商场里面的一款RPG游戏的套件 我们先出去看一下怪 这里有一群低级的怪 它们没有感知能力 它们只是在原地随机的徘徊 当我攻击它的时候 它才开始攻击我 这种就是比较低等级的怪物 我们赋予它的能力比较弱 我们先脱离战斗 然后脱离战斗之后 它回去了 继续巡逻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稍微高等级一点的怪物 它们是有感知能力的怪物 当我进入它的视野范围的时候 它就会来追逐我 然后我离开它的攻击范围 它又回到原地去巡逻 然后我攻击它 它也攻击我 这就是有感知能力的怪物 和没有感知能力的怪物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把这些聪明的不聪明的怪物 改造得更聪明 让它们拥有更多的感知能力 和更多的行为能力 今天的课程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再见